NT11周与12周有区别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樊阳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 NT是怀孕孕中期11到13加6周之间的一个胎儿的颈项部的透明层 一般情况下 同一个胎儿孕11周和12周NT值的变化可能会有一点 它随着孕周的增加NT值会有所增厚 但是呀 它的标准值是不变的 我们在临床上都是2.5毫米 如果小于2.5毫米 孩子属于正常儿 如果大于2.5毫米 我们就要怀疑有没有糖尸儿呀 先天性心脏病这些 我们就要进一步排查了 要做糖尸塞查或者临床上的无创DNA 包括24周左右的四维采超的排查 一般情况下 如果超过14周了 那么再做NT就没有太多临床意义了 我们会严密地监测 没有办法去干预 我们就要排查 因为这是早期糖尸儿的塞查的一种手段 我们就要排查 后期到四个月的时候会做糖尸塞查 或者更精肿一些的话 我们可以做无创DNA 无创PLUS包括羊水 穿刺做羊水检查 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